羊老师 想问一下你们的问题 现在艺术家实在太多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怎么样 就很多人都会问到我 就是说 我看到他的画很好 怎么样 然后我会说 这个艺术家不行 你不要买 这个我们通常我们在行内 有分就是专业的艺术家 跟他是走江湖的 江湖艺术家 对 这个是江湖的 不能买 那怎么分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愣了 怎么分 这个困难也很容易 首先艺术就是个大江湖 各种都有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也有 我也曾经写过一篇很刻薄的文章 什么刻薄 题目叫艺术时刻与水墨苍蝇 水墨苍蝇 有一些其实他们所谓的艺术家其实是石刻 他们穿梭于各种有钱人和所谓长家 其实是吵架的这种圈子里面应酬 另外一些人呢 像苍蝇一样 只要你有钱或者有权 就为人嗡嗡叫个不停 一般这些人都很多时候是画水墨画 画油画有没有呢 可能也有 水墨画多一点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一个辨别的方式 其实也不难 怎么 如果你碰到这个人 他说是艺术家 那么他就主动给你名片 如果不主动给你名片那好一点了 然后你就把名片拿来看 只要他的自我介绍超过三行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江湖艺术家 如果超过五行以上的 超过五行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个 不是个片子也差不多 如果十行以上的那是大片子 而且你再去认真看一下他的名头 你会觉得这个名头 是不是挂着什么什么协会 什么主席那些 我告诉你什么名头 比如说某个江湖艺术家在你面前 把名片拿也得看 十几行 你慢慢看 宇宙神州山水化协会主席 什么 宇宙神州 北美中国化的北美中国 国际什么 化国际联盟董事长 肯定是的 这一类大名词 如果他还要告诉你 我的话很重要的 人民大会堂只有我的话 对 当然你这样一听到你要小心点 因为你如果不好意思问他一句 当然这个有点不够礼貌 你会问他 你这个话放在人民大会堂 是放在客厅里还是放在厕所的 很可能厕所都没有 可能放在一个衣帽间 穿越江湖的这些众多的民间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位置呢 就是靠自己 但还有一些智商高一点的他们会强妙一点 刚刚我说的一看很明显就是忽悠理的 神州宇宙国际什么水墨联盟 但是他会跟你这样说 比如说中国三角化协会副主席 这很多 但是中国什么时候有三角化协会 那你要知道中国有哪些协会 有哪些协会 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 全国美术家协会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也有一些类似什么学会 美术家协会里面有学会 有中国化专业委员会 理论专业委员会 但是你要知道它叫中国山水化协会 有些还更巧一点 中韩水墨交流 联谊会会长 只有一定要小心这些名词 中国当代书法协会 副秘书长再搞个父子 感觉更真实 为什么父会更真实 他觉得江湖上的人都太大名词以后 我告诉你父的我很谦虚 我只是父的 或者是名誉的 太多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变调方式 所以你叫别人要名片 最牛的人没有名片 或者给你一个名片就是一个字 只要超过三行你就要怀疑 而且这种情况更多的出现在国化领域 那么呢 我也比较过这些人和专业艺术家的差别 我讲的所谓留和不留 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说的日常概念 就是那些专业的艺术家 专业的国化家 专业的水墨画家 他们有社会地位 有画家 也的确广为人知的 一般情况下 他们还是会有几分矜持 对吧 毕竟还是个大画家 或者他们出场的时候还是有某种气场 感觉到他还是这个行当里面的一个支流尔的人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种姿态 这种态度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些江湖艺术家 其实他们严格了化的 当然是不好 很多都是很水的水平 但他们有个本质很厉害 这个本质叫公冠 哦 越是绘画能力差的 他越要靠公冠去混 所谓的越会吹 对 越会吹 越会联系 越会跟你撑秋道地 跟你那个护盆 换友 跟你那个 或者是 在传播学上来说 就是广告做的 他们所有的工作就是公冠 而且非常热情 该第三下试的时候 绝对比你第三下试 该这个刘皮红红的时候 比你刘皮红红 那么一对比的那些所谓专业画家 一般情况下 真的还是有正式社会地位的画家 他们这方面一定是差的 当然他们不屑于做 因为他们有这个地位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补充 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 不等于我要表扬那些不去公关的人 因为他们有地位 他们不需要公关 否则我觉得我不平等 我也不要一味的指责那些一天长想公关的人 我是在告诉大家听 一个名片上有五行以上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职务的画家 同时他一定是个公关高手 而且他一定会有一些非常执着的自我宣传的一些套路 比如说我的画是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这还是正儿八经的 我的画在人民大会上收藏 我的画在某个部长的家里 我的画在谁谁谁谁谁谁谁那里 而且也不能说他全是假的 可能是真的吧 可能是真的 我都破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的画在东莞的一些画廊 一张画全开五万 我说这这这这什么五万 这个画是很厉害的 画到老板给我看了个简单 看第一个符合我刚说的 这个几个协会的什么秘书长 同盟同盟会长什么长 第二个 其中有一句话 被中南海收藏 被中南海收藏 无法证明 无法证明 他的画被选入人民大会上 选入还是都挂起来的 不知道 不知道也是 那么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有在这些重要场合出现的那些画 如果没有某种关系进去 没有某种地位进去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艺术本来就是个大江湖 你就好作为师咯 自己就判断咯 你不离开 你离开这个江湖了 你要吃这把饭就吃不上咯 的确也有很多 他本身也是专业的艺术家 他也是想方设法 通过某些渠道 把自己画捐也好 送也好 也要送进这些机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所以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艺术界就是要打江湖 某种意义上 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是江湖 只不过这江湖老分几年 有的是一流的江湖老 有的是墨流的江湖老 有的是不顾一切去跑江湖的公关高手 有的呢 还多少保持了几分精致力 保持了几分面临 有的呢 的确还掌握了相当的技巧 或者有一定的能力 有的就是破下山烂 就是画得很差 而且这个差一看 按照我们这专业的人一看 就是没希望了 因为他手势画回来 他不可能回来 他不可能经过千千百年 会变得更好 只能越来越长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通过专业的评判的人 才能够做出这种专业的评判 就普通大众是很难 你没有看到专业的批评家 或者是理论家所支持的这种评价 是很难通过自己去评定的 当然了 但我又想问回来了 就艺术界能不能说 有某种机制或者怎么样 进行一种更客观的某种评定 或者怎样建议某种机制 让这种事情变得有规可循吧 准确来说 我刚刚本来想补充的就是 这个江湖岛不仅是艺术家 或者画国画的 其实画优化的也有 其实艺术评论也有 艺术批评也有 艺术理论策展也有 都有 而且 之所以这样子 就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艺术没有恒定的标准 我们不能够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 为艺术确立一个标准 但是 我们又不能说艺术没有标准 艺术还是有标准 否则专业的没意义了 而艺术还是个专业界 是吧 所以实际上 如果说要给出一个终极意见的话 我的意见其实可能没什么用 但我只能这样说 你要想 对这些事情有一个判断 那么你自己首先去更多的 他 阅读 欣赏 甚至研究 古代 已经在艺术史获得 评价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 这就是著名的文化学者艺术史家 古姆里希在一个对谈中 谈到的一个问题 当不要问他 跟刚刚那样是一样 艺术有没有一个标准 好坏标准的时候 古姆里希说 没有 我也无法用文字 来为这个艺术的标准 建立一个 大家都认为 可以认可的 我只能告诉你 你相信我 为什么你相信我呢 因为我告诉你 拉费尔的画是好画的 你就看拉费尔的画去 等你看拉费尔的画 你相信我 然后去看拉费尔的画 看了一段时间以后 真的在里面看出名堂来 真的觉得拉费尔的画是好画的 你就看这个标准 你有了这个标准 就是你就可以往下披披 就像我告诉你 莫奈 在音像派里面 他就是一个英雄 他就好画 他一定比 美国音像派的 著名画家 比如说西部的 加州音像派的哈萨 东部的加州音像派的菜式 都要画 你相信我 然后我再告诉你 赛唱的话是好 他的话很笨重 所有我的朋友 或者在美国商业画廊 为他们成功的去赢得自己销售出路的那些画家 他们真正的英雄就是撒金特 撒金特也是莫奈的晚年的好朋友 所有外行的人都认为撒金特的画的确画得好 潇洒 有某种古典的表面趣味 但是你现在相信 我要告诉你 撒上的话比他画好 一般的人不想 把一张撒上的话放在这里 把一张撒金特的画放在旁边 90%的不懂艺术标准或者艺术欣赏的人 都会不用商量就看撒金特的话 听就好了 看撒上好笨啊 等到有一天你觉得我讲的是对的 撒上的话就是具备着一种探索的精神和内涵 它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开创者 然后你再去看撒金特的话 你知道什么叫油画 什么叫把古典主义通俗 当然它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环境 当你明白这个标准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标准 所以长江也好 艺术新厂也好 有时候我讲半天也许不一定有用 但是如果你热爱去博物馆 去美术馆 去多看原作 面对原作的时候你多提问题 然后你认真倾听这些问题的回答 然后你还要学会鉴定 要学会疑问 包括我在内 我回答不等于就是对的 但是我的回答是一种回答 是一种选择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不断去做选择题的人一样 在ABCD里面你不断选 你也许开始选的错的多 但你选下去慢慢就会对的就多 我只是ABCD里面其中一个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获得一种专业知识 一种专业判断 你就会有一个标准 然后再反过来 就会明白 其实我讲的还是诚实的 也许开始 啊